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汛情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我国多地受灾 各地也在全力抗灾强险 7月16号 记者从广西水文水资源局了解 西江2019年第二号洪水已于7月16号17时通过吴州 洪峰水位19.87米 超景1.37米 7月16号18时 除前江 寻江及西江等六条河流 九个站超景0.21到3.94米外 其余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 吴州市水文部门判断 预计17号的晚间 洪水将退至警戒线以下 目前 当地各部门正在加强巡查和监测工作 16号下午 浙江金华盘安县浦降暴雨 三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08.5毫米 在部分地方 雨水已经没到了行人的膝盖处 洪水裹挟带来的土石 废弃物漂浮在水面上方 在时代里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水 暴雨还导致当地一处村庄内不少车辆被淹 在盘安县求里村 暴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 雨水直接漫到了村内的公路中 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悉速被淹 半个车身都泡在了水里 7月15号傍晚至夜间 重庆市西部地区遭遇强降雨 重庆市主城沙平坝 江北 渝北 九龙坡等地 多处路面出现严重积水 导致交通受阻 其中 沙平坝区渝背路南开下川道积水最深处超过一米 一辆公交车抛锚 被水浸泡 导致路面交通中断 直勤交巡警立即联系救援车辆 及时拖移故障公交车 并联系市政部门加强排水 随着雨势减少 积水渐渐消退 交通逐步恢复正常